今天,国际排列官网终于公布了女排国家联赛南京总决大竞赛日程,也是最权威和最正版的赛程。 从这份赛程表看,中国排球迷再也不用像收看德国在比赛那样辛苦的熬夜了,赛程表这次上入总决赛的六支球队是,美国队,塞尔维亚队,巴西队,荷兰队,土耳其队和中国队,根据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分组规则,中国女排和排名第三。 第四的巴西队,荷兰队分了一组,排名第一的美国队,第二名的塞尔维亚队,和排名第五的土耳其女排分了一组。 这次总决赛先在小组进行循环赛,小组晋级的四支球队进行淘汰赛,然后进行决赛,一共有十场比赛,强强对抗,可谓场场精彩。 这次在加门进行的总决赛,中国球迷终于不用熬夜看比赛了,比收看德国站的比赛舒服得多了。 为了收看德国站的比赛,铁杆们都是深夜二十三十三十分,参到一日凌晨,有说不出的困顿。 这次南京总决赛要五场比赛,在晚上黄金时间进行,其余五场在下午十五时进行,中国队小组赛的两场比赛,一场在北京时间晚上十九时十五分进行,一场在晚上二十时三十分进行,总决赛所进行了四场比赛。 场场精彩,不不可错过,再过十天,南京的总决赛就要打响,中国女孩经过郎平的B门训练,在精神面貌和技术上有怎样的改观? 请求迷们对照赛场表,打开电视机,或是到现场观看,会自然找到答案。